選舉管理委員會計劃明年3月11日 就四個立法會議席舉行補選 劉小麗表明會積極考慮重奪議席 文件聯主席李慧琼就認為 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 不應該有資格再參選 莫子螢報道 六個人先後因為宣誓 被取消議員資格 議席完兇 選管會計劃明年3月11日 先就四個議席舉行補選 包括香港島、九龍西和新界東 三個地區議席 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原景界功能界別一個議席 籌備時間大約半年 已經就宣誓案提出上訴的劉小麗 認為六個議席分開補選 民主派如果協調得好會有優勢 她自己也積極考慮參選 因為我覺得我們要儘快去重選議會 而在這個議席上我是有責任為泛民主派出力 我資深的法律意見 應該是可以一路上訴一路參與補選的 同樣已經提出上訴的梁國雄 就仍然在考慮著 如果我上訴是繼續的話 如果我去參選的時候 大選官方的意見是什麼 因為我選舉的拳擊是不可以剝絕的 所以我當然可以參選的 但問題是如果我上訴又贏了的時候 那變成可能有兩個兩個議席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對政府決定分開補選表示失望 但經濟派仍然會積極協調參選 他又認為被取消資格的議員 不應該有資格再參選 關鍵就是他過去的言行是否是真心實意 是擁護和支持一國兩制 如果有些人他一直都是推動一些本土主張 其實就是假本土真港獨的話 未必合乎是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的根本條件 除了劉小麗 有意出選九龍西的還有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之中 敗選的民協馮檢基 另外還有民主黨的袁凱文也積極考慮 民主動力下星期會開會協調 建制派方面民建聯的鄭詠遜 已經通過黨內的程序代表出選 新界東方面 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之中敗選的鄧家彪 方國山和范國威等勝存會捲土重來 中大學三會前會長張秀賢據聞也有意出選 至於香港島的議席 在補選那天羅冠聰已經營滿出獄 但法例規定他五年內不得參選 香港眾志已經表明積極考慮派人重奪議席 建制派多個黨派也有意派第二梯隊出選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原境界 姚崇賢未有表態會重奪議席 前任議員謝偉傳已表明積極考慮參選 NOW TV記者莫子螢報道